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公司集团 现在来看今时今日的股价低迷 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以前来说 腾讯将股份全部派给街 所以散户持有很多货 再加上南非一大股东 都是接收到这些九到一八的股份 当时已经说明了 它是一股不留 一定会沽出来 它是不会长期自由的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是造就了今时今日的京都这方面股价的低残 亦都是在这个年纪之前 它曾经宣布过 拿一百亿出来 是用来烧钱 用来在这个市场拿回占比 所以基于这两个以前宣布的坏消息 令到京东的股价一落千丈 一路向下沉低 所以今时今日你看到 它的业绩公布了之后 它其实是没什么盈利受损了 反过来盈利反而是增加了11%那么多 所以今时今日它有这样的能力 是可以拿钱回来回购的股份 通常来说公司回购股份 是对于公司的股价 是有直接正面的作用的 那么京东来说 暂时来说 它的手头现金这么多 还有也有这么好的利润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它的市盈率这么低 所以我觉得京东集团 今时今日大手笔 拿钱出来回购股份 也都可以令到京东股价未来的股价 是保持一定的上升的势头的 你看回前天 这个港股跌了四百多点的时间 它是插穿了保利加通道底线 84元以下的 任何你买的 除非你拿着几百亿你买不完 今次今日一开 它就升上保利加通道顶钱了 问题我都说过无数次了 去到底线 我绝对不会叫人去指示的 也不会叫人沽货 去到顶线 我亦都不会叫人追货 虽然它的业绩的确是好 但今时今日来说 它的顶线是95.5元 95.5元 现在这个价格 如果你再追进去 你计算买卖的内回成本 其实就差不多等于95.5元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升迁了保利加通道顶线 我永远是不会建议追货的 EatNet 专业版HV2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色